红终出口 宝极高益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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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仲请放掌 再看 然无言不绝言 一体兴其万用 刚已然知道念念之间就是在如是大觉心体实际上面念念深入 所以知道如是实际时 所以你不会躲在任何世间的名言妄测 但是不度任何世间名言的妄测 那哪一个名言不是决心之所呈现 不须行者你来妄测 但是决心所呈现的一切名言文句 哪个不就是大觉心体随缘应现的种种世间万法的彰显 所以说明然无言不绝言 所以我的解释上面写 无言者本尽虚宁 亦应淡然也 无言者是本尽虚宁 亦应淡然 什么叫无言者本尽虚宁 那这根本大觉心体的根本实际 念念之间不落痕迹的本尽虚宁 但是他必定能够瞥眼留步 所以叫异应 那异应当前也是淡然 为什么异应当前也是淡然 因为他异应之时 他就是一体平衡 根本就是觉体 因为这是觉故 所以觉在黑时能显黑觉 觉在白时能显白觉 觉从来不是黑觉白觉 但他一定能够随黑现出黑觉 黑自己不能够有觉 因为有觉心故 而且觉心非黑非白故 再黑之时他就能呈现黑觉 再白之时他就能呈现白觉 但是能呈现如是种种 一切万法异应当前 它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根本一体的本妙淡然 你要明白那个心体的作用 你才知道什么叫无言 但是那个无言之中 你能够入什么 一切现前的名言 种种文具 那这句话你要是心不熟 不是行者 你永远听不懂 听不懂佛门中讲这句话的 真正面对行者 我当下下主心中的维系的心境 跟他念念懂得要去持守心中的路程 所以要是在无言之中 能够起成一切名言 能够担当一切名言 到底名言跟无言到底是什么关系 所以过去是什么 过去是因为凡情分别意识 它与生物 永远躲在世间语言 众生语言 根深蒂固 业障深厚 无言明言都是决心所呈现 无言处所以能够起身种种明言 因为起身种种明言处 就一定它是无言 为什么 它不落任何痕迹 不是面积吗 这门就叫面积啊 镜子现色之时镜子可曾是色 镜体可曾是色 就是现镜种种镜色万色 都能够随人呈现出 你才能够明白 它一定不落任何镜色的束缚 镜体一定不落任何镜色的束缚 那你说镜体不落镜色的束缚 因为还是凡夫 所以讲经的时候 在这个上面还要更多一句 镜体不落镜色的束缚 还要告诉你镜色镜体根本是一 说不落都已经是多余 那根本是一 一中所现的万千万千还回一意 你才能够知道 它能够随缘欣喜万勇 所以它能够呈现种种世间妙用 所以世间一些万法之中 它自然就有什么 种种法中的任何种种彰显 没有如是万法哪有世界 没有如是万法哪有世间 没有如是万法那也不能够叫做大圆满绝 所以佛门之中的维系维系在哪里 不但要你在一切法中 历历之间知道它根本一体的清明弹幕 也要在如是一体清明弹幕之时 它直下担当入一切时间的维系的万法之中的差别承担 这两句话没有障碍的 这两句话没有像一般凡夫以为有种种不同的 就是那个一体的清明弹幕就是担当一切差别处 能担当差别处就是一体弹幕式 因为将来你就会在这个上面 你真正重新损失自己的心中的觉性的作用 那叫佛性 那那个时候你心中绝对不会什么 绝对不会怀疑 绝无怀疑 于是乎你才能够走入世间 在世间的所有的一切现前的缘起 甚至于世界的地水火风周遭的环境 日月星辰种种环境 哪怕是节气 你活在如是当中 你都能够在如是当中懂得表法 甚至不代表世间的种种品类差别 还能够表当下就如是差别之中 你直下还家 什么意思讲一个辟语 刚好有居士问 问佛门弟子 在指冬至之时 应该要如何记住 冬至 二十一号就冬至 今年是二十一号就冬至 刚好他问的时候 刚好正逢这个冬至将来之时 所以问的也是刚好正逢 那就冬至是节气 如和记住是世间的种种心仪 但你永远不要忘记万法回心 任何世间的种种品类行仪 不都是心中之中随缘表露的吗 表露呈现的就是告诉你 从觉入觉之时 虽然在种种入觉当前 有种种呈现的不同 但是他就是告诉你 他要成就的决心 根本的本庙石头 冬至是什么意思 冬至是其实就是阴气藏 阴藏即 阴气已经藏到最后面了 阳而阴阳时也 我们真正讲的阴阳复时 是冬至那一天 阴气即 阴藏 阴气藏已经到了极点 极限了 那天叫阴阳时也 所以古的时候 古时候称叫做阴阳夹节 就是那个时候 所以古人也讲的 冬至比年大 是不是 那年冬至 为什么那个时候冬至比年大 而且它是什么 它是二十四节气的最初 所以冬至在北为首 到在转二十四节气 为什么从冬至最初 就从一阳始开始算起 一阳始生 为什么叫一阳 那根本就在东藏将近之时 那个阳气最初就是那根本 不落其他种种差别之中的 本来的平等的性得最初现前出 所以那一念心 若是那个一阳 你又明白时 那一念心就如同常常讲的 那就叫童真 最初的童真 那是心体决明的根本童真 那是真正的童真 所以那也是二十四节气之初 所以古的时候 古时候的 所有的君王就在那一天 要什么 要祭天 君王都是在冬至那一天 要祭天 祭天之时 他为了表这个 禁表天圆 因为我们讲天圆地方 禁表天圆 所以它一定是什么 一定叫做环丘而寺 又叫环 也叫圆 就是一个圆满的圆里面 但是它不是那个圆外的圆 它是一个像寺 像木一样 下面是一个环归的 环的没有走字旁 它在圆满那个框里面 那个围字在里面 欢秋而寺 夏至就是方秋而寺 所以冬至祭天 夏至祭地 夏至是祭地 这过去的古礼 就在那一天 所以那天也是离祖之时 那过去为什么自懂得 冬至是在祭天呢 就是它一大显出 一阳显出 一阳复始之时 所以阴阳变化最初是在冬至 年节时候变化是在春节 是在春节 所以那天就告诉你一阳复始之时 所以佛门弟子遇到冬至之时 当下你都要知道什么 那就是你决心闲的时候 那就是你决心一阳所生的时候 那一阳所生的时候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根本决明的本来面目 不根本之时 大决心体 又从如同我常讲的 如同静体一样 静体一样无形无状 但它陷入世间 最初深处就是决心始处 所以这里面就有了什么 就有了主脉相传 地带而行 这是根本之主 所以你都不能离开如是主 所以那一天其实就是什么 那一天仔细维系做官 那一天叫做阴阳元会当下 阴阳元会 因为阴极也在那一天 阳时也在那一天 阳开始 就在那一天 冬至 所以叫阴阳元会 本末相依之时 从本达末 末就是阴 到最后一年最后 本末相依之时 这阴阳元会本末相依 也是告诉行者 你念的之间就是 你其实在每一个面头参处 也是参道如是地处 刚讲到实际念经的 那个念记 念基处 平常也讲到什么 你看到你自己 心头 心头 心头的 种种境界的志向 也如同大雪封天 不落痕迹 也在这阴极之时 不落痕迹之时 从此以后 你的阴阳复始 阴阳复始 那个阳 就是最初的智德的大照 开于实现前 就是下一刻的 种智仆药 就是下一章节的 种智仆药 所以在这个上面 你都要知道 尤其我们碰到 冬至之时 我们还要懂得 振兴时节 我们假借世间的 东智的表法 体会世间 节气的变化 来做什么 直下观心 你心中也有如是 节气变化 你心中也有如是 时节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对自信之中的过程 神不太不胜明了之时 你要假借世间的万象 假借世间的万象 就告诉你 无言不绝言 所以你可以用尽世间的一切 种种名言 种种作用 种种位移行持 来做一个现前行者 归家的道理 若是你念念之间 都在决心上面 体会之时 你每逢过节 每逢时节 每逢种种节气 你所参的 你会看见 世间的节气的变化 你就如是时间变化 你会体会 那就是决心中的道理 你才是真生文 真生文人 你才是真正懂得圆诀的人 这个圆诀就是 披之佛那个圆诀 要堪以决心的人 所以那天记住 我们那天也吃汤圆 就求得团圆 为什么呢 就是阴阳圆会的时候 求得团圆 与本末相依 那也有吃馄饨的 馄饨是吃什么 就是馄饨出开 都是连食物你会发现 众生活在世间 因为心中有如是作用的关系 气节 世界就有如是的彰显 有如是彰显的关系 众生纵然是无名 但是他所谓的行为 也是念念之间 在潜在心意识里面 也是懂得如是念念 与他相弃相依 相依 当然各地方也有种种不同 有吃饺子的 但都是什么 都求得圆满 都求得圆满 所以这一个圆满来的就是 一带 一阳地带 求什么 一阳地带 决明正脉 你明白 那个一阳地带 决明的正脉 什么叫决明正脉 决心在明白决气 不就是决心吗 决心不是我们躲在夜感之中 用夜感的心态明白决气 所以决气之中似乎就有差别 每个人承受不同 但仔细思维 夜感是决心所起 决气也是决心所现 决心所现的差别的夜感之中的 种种决气的承受 其实就是告诉你 应用现前当前 决心入一切世界时 他就是能够成决有成就如是 种种名言 他就是能够成就 种种众生差别业力的 种种文具 用如是文具 一套如是名言 决 夜感就在那里 决得的夜感就在那里 夜感的崛起 就在当前 那你明白的是夜感 你明白的是夜象 夜感夜象哪个不是决 从此以后 你根本不在夜感夜象上断 你刚向直向 认得它同体是决 这个夜力你不断自断 这个真的叫做弥勒法门 谁要你在夜地上断 夜地上你怎么断 夜地上你是被决以后才有种种差别的 直下承担 所以佛文之中的冬至 你要怎么样祭祖 佛文弟子在冬至祭祖者 你要祭力竭多生生生之足 你要观想力竭多生生生自足 虽然那种世间相中 你似乎脱离不了六道的烦情之中感受 但是一切烦情的感受 你会体会出 那就是大决呈现的地带相 相声相信的种种决明的呈现 因为被决顾 我们都在亲情 你明白是决心之时 你才能还我历代亲情历代亲缘 你才能真正叫至亲 你才能真正叫尽孝 还我历代亲缘历代至亲 直下真的本来面目 将来真的本来面目时 你站在决体上 一样可以看到世界成就 一样可以看到什么 种种世间六道之中品类相信 但是你站在决体上看如是六道时 如是作用时那是佛国净土 你忘记那是决体时 那都是世界反省的纠缠 彼此相牵的火坑 这不单是你现前的 生命之中的足足备备 你觉得念头之中 在眼在耳 你也会发现它就有如是足足备备 从觉入见 在眼交界 从觉入色 从色入种种差别 从差别出入种种势力 那地带衍生 于是似乎就有祖就有孙 似乎就有祖就有种细脉 卖相承 那这一卖相承 那这一卖相承 你的感觉才会盎然 不是吗 所以子孙在这一天不能忘记祖 所以就是要你在末中不能忘记本 所以祭祖就是要你打本 就是要报答一本 所以报答一本 不是只是祭祖要供供我们的祖先 让祖先吃一顿汤圆 懂得一顿团圆 而是佛门弟子 既然讲到佛门弟子 直冬至时如何祭祖 在正义时做想做官 做什么官 做今生父母 用他的名字过去的观想 就算想他的现象都没有关系 历时地劫父母 虽然想象不到 但以今生父母的恩德 做种种遥远的观想 但是就在这个亲情之中 我还我亲情 还我父母 还我祖祖辈辈 都执政根本大绝的团圆 大绝的一阳地带的 种种本来的祖系的恩情 祖系的恩德 祖迈的恩德 这叫祭祖 所以你当下祭祖时 不离如是名字 不离你现在的亲缘 但你心中想的是你决心中的根本 在决心中的根本 你念念之中 也不离现在的种种亲缘 为他回向心中的诚意 这个不就是刚好 就是讲到无言不觉也 这个不就是刚好讲到一体 你心其万用 既然心其万用 心其万用 祖孙不在万用之中吗 祭祖不在万用之中吗 从我祭本不在万用之中吗 从懂得时节气节 种种呈现作用 不在万用之中吗 但是你在这个万用之中 你能心其万用 心就是什么 心就是你绝不堂废 叫做心 你只是虚度堂废 那就不叫做心 绝不堂废 并且能够张其所信用 张其 种种事情之中的信德 你才叫心啊 复心的心 心其万用 所以那天 不要说只是吃汤圆 那个祭祖啊 因为平常的时候 我们做官的时候 心力不沉 因为毕竟都是凡夫 心不能够沉 所以要说什么 假戒时节 假戒节起 假戒世间的行仪 叫你那天祭祖时 才是行者那天 懂得发生惭愧 懂得发生愿力 懂得今生里的 责任 懂得 你自己还在浪费什么 还在甘心就是什么 你有足足 无量节的足足备备 你都还忘你救把 忘你今生开悟才能救度 为什么叫今生开悟才能救度 你明白就是决体时 一切万法同归于决 那一切万法呢 就包含你过去世间神仙的种种情缘 所以你当你明白那个懂得这个道理时 回馈祖先时 纵然我们的屈命不同 夜感不同 但是你今天正得如是大觉心体 你能够回馈于他 念念之间发如是菩提至神恳切 如是就近菩提的愿力之时 他在哪 他方世界 不管是天是人 是种种六道众生 那一念心中的感业植入菩提 他就发起精进勇猛的心 他心中也慢慢体会 什么样真诚的道理 这一念心中的传递 不过也就是以绝应绝吗 所以刚好居士在问 所以还要祝我这个历代祖先圆满菩提道 我同振菩提 同振佛果 同振佛果 那讲的就不是虚妄 那过去讲之后可能心都很虚 同振菩提 同振佛果 就下来根本都不知道怎么猜 那现在你要明白是念念之间 每一个感受现前处 你都要看到什么 你知道东智佛 你不是东智技术吗 你知道东智佛 东是什么 先看到他的藏 你要藏到极才是异扬圣 藏是怎么藏 你就是念念面对如是感受之时 他就是念基之处 念基念到根本究竟处 就是东藏进 一阳时 你为什么叫东藏进 你就不是在感受的 最末梢 因为你这行者已经是 念念之间不住感受 只是刚开始是不住感受 知道是觉 不住感受 因为刚开始明白觉体的时候 我们心中过去卑恋 这样你明白觉体 你只是念基 你要入实际时 只是念基 什么叫念基 你发现明白感觉的 最初一定是什么 就不是感觉 你最初一定是 我慢慢体会 明白感觉的一定不是感觉 这是最初的一句话 心中的体会 心中的声音 所以明白感觉的不是感觉 所以感觉的呢 在感觉线前 越来越淡薄 但明白之中 那个心呢 越来越清楚 这个就在法中 叫明心线前 这个也在这个修行上面 就像听闻声音一样 出一闻中 入流 往锁 这不是锁 那入什么流 你只想担当 你听闻之中的流 留下 那也就是类似我们 叫念佛时 叫你什么 清清楚楚 听闻你的佛号 听到九十 你是站在 能听自己念佛的 看着自己的佛神吗 九十九十 你住在明心当前 就是要慢慢 不断地提醒自己 总有一天 你就会住在这个点上 那个所以就 明白感觉的 不是感觉 那个感觉在藏 藏到最后 什么叫东藏进 叫阴藏进 就连这句话都多余 根本不必藏 现前就是感觉 现在感觉处就是觉 那何必要藏藏呢 藏是过去 因为还有妄想 是地步 所以你说藏 但是哪一个能觉心 不是感觉 所以感觉现前 不就是能觉吗 所以既然是能觉 何必还要再避开所觉 因为再能不必避开所 不是说还有能所 再能不必避开所 是因为全能是所 全所是能 能所二相 虽然有所有能 但能所已然知道 根本是一 为什么 心熟悟嘛 所以他就在能中 可以看一切感觉 这个叫做出于文中 中入流往所 所入寄集 下面还别讲 那以后你就是在能中看一切 人家问你还有感觉吗 有啊 有什么啊 障碍 那有感觉不就是流转吗 谁跟你讲流转 我就是在能心的亲近看感觉 跟你在感觉中所感觉 怎么会一样呢 所以主是开悟之时 不要说开悟 你要到这里时 你可以说尽一切感觉 你哪怕有点四禅八点 你站在那个亲近之中 你也一样可以讲尽 感觉 你不必避开 因为避开就不是觉嘛 为什么要避开 所以那叫东长进 一阳始 所以将来你就会在这个上面 开始 你已经明白什么叫能了 你已经能锁 虽然不叫打破 你已经能锁之中 动静二相 了然不深 你就不是在这个上面 还有什么出去 回来 回来出去 根本里这句话都不必 是动是进 这些心中已然大暗了 这是一日生都无 就是无言啊 但是不觉言啊 所以他可以明白一切感受 明白最呈现 叫种之谱 回去一丝不断 已经带入种之谱门了 下个章不种之谱门吗 师父现在跟你讲了 你心是可以这样子 一直不断的历练成就的 你还要怀疑什么 你还要多走多少冤枉路 你回去不肯参 怎么参 哪怕从刚开始嘛 或者是讲另一句讲 讲一言 讲一法 或者讲一根 或讲一尘 但多半都是以耳根为例 任何的感受现前处 你都知道决得是谁吗 刚开始很难 决得是谁 决得是谁 这种一天 心慢慢熟入到那个味道时 似乎就有分开了 那才是小圣法中 最先讲到的离心现前 所以离心只是最初好不好 离无所离才是原觉啊 才是普贤普萨恨 才是普贤普萨恨 那连离心都不知道 那你在所说佛法都叫妄谈 都叫妄谈 所以这边讲到 不觉言者 看我讲义 古得云 怎么搞的 现在年纪大了 怎么口齿发音不正 其实也没有发音不正 因为我是东北云 东北人就没有那个日啊 那些音 他就云 都是云 东北云 以前我父亲叫我这样 自言 自言就是自然 自言 你去东北看看 他就没有日的音 那云也差不多 古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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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玩笑了 古得云 吉门原因 前该相用之原也 吉门 它是能原因的 原因才叫吉门 实际 它才能够懂得练迹 念吉是因为你如实能够贯穿实际 所以它能够原因 原因才表示吉门 因为这不能原因就表示你有什么 有差别 有妄动 为什么叫妄动 我常讲动者 重力为动 中国字写动怎么写 重跟力 什么叫重力 勤重于如是 勤重于如是感觉是力 就叫动 决心本来是决 决好 决坏都是决 那为什么起真差别呢 因为突然一面无名 勤重于好 勤重于坏 就起差别 那叫动 那就是祖师讲的人者 心动 就起身 而且这个动是怎么动的 是妄动 为什么妄动 因为觉得勤重处都是绝 你知道明白勤重处都是绝时 勤重那个势力就回来 就叫不动 想你忘记是绝时 就似乎就有勤重 你明白是绝时 就算起真差别 你都不动 这个过去要这样讲你听不懂 现在应该听懂一点了吧 现在若是在这个上面 都还分别不出来 你与老那无缘呢 讲了那么久了 你还分别不出来 你真与老那无缘呢 老那与你无缘 你该到哪就到哪去了 那就是那 我是这个那 你是那个那 所以那个叫做原因 钱该相用之原因 钱深藏 所以这样叫原因 所以他一定什么 深藏在相用当前 就如同刚刚讲的 连东智 你都知道相用 你在世间法中 用尽一切世间方便 你都能够体会决心的本来 大觉本来 你明白大觉本来 你根本也不失 世间的一切 相用方便 相用方便 将来你要是真正体会到决心 体会到生时 我说生是刚开始入门 你要能够入如是门处 还不要说很深 你像他看任何文字 看什么上面 你都会发现 他好像告诉你 决心的作用 所以有的人就误会说 我世自然以前是什么 学什么中文系的 不是 我世自然只是一个 刚开始行持的出家人 因为如是故 所以开始我都好像 有种解释决心的起发 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 你要用心若是赤神时 哪怕你是音乐家画家 你要用心若用到极致时 这个不能讲极致 因为讲极致人家 以为我自己在吹捧自己 你懂得用心时 可以吗 我现在只是懂得用心 你懂得用心时 你要是画家 你走进大山 走进大水 你听到声音 你在你心中都起图腾 你要是音乐家时 你走进大山 走进大水 看到影像 你心中都起音符 信不信 那你如何 你是个修心的人 你看一切 没有解释 那就要惭愧吧 假如文字 每一个文字之中 都能够浮现 你在决心之中 参救时的种种指引 那何况节气呢 何况世间的种种应用相用呢 所以当你真的明白如实道理时 真正你入到如实的氛围处 你才真正体会出古德讲的前相用之源 谁说世间不是菩提道 谁说能离开世间密菩提 但是有的人就说 那就在世间找菩提 谁跟你说世间是菩提 说世间是菩提 说世间是菩提 先吃一相伴 说离开世间找菩提 再吃一相伴 你要是觉得痛感哼哼 又在一相伴 这是什么 就打着你念头死 念念之间懂得 要将决心上禅 谁在里面再来 多此一句 还在名言文句之中 不断地自我绞绕 自我寻觅 你肯于这样子老老实实 你肯于这样子 真正的战金铁铁铁 这样子归家 总有一天 你就在当前 一样你可以体会到前相用之源 在一切相用之中 你就能够得心应手 但前面没有那种 把心收回来的作用和势力 那种诚心 你根本也能入 入是行者应该有的 懂得的道理 所以就在这里 刚刚前一堂课也讲了 说那个居士文这持咒 会不会太乱 一样 因为他还在持咒 与不持咒上参 他没有在决心上体会 持咒的目的 让你更明白决心 就要念佛 是让你更明白决心 但你却忘记了决心 你去把持咒 当成一种行为 你就忘记你在念佛 而念佛当成这种行为 所以喜神觉得会乱 会不乱 你又根深蒂固 执着以后面过去 你习惯的众生夜感念想 不是又堕入隔灰了 连这个都要打去啊 该持咒持咒 该念佛念佛 你过去没有那个 没有那个 念佛的这种习惯 你说不念佛行吗 不念佛你就要好好掺 有念佛还能保认 你不念佛的话 持咒有的时候 比较不太让别人去持了 因为念佛是最直接的 持方诸佛的最后 就记末法 就是持明 持明念佛 因为持咒 有的时候众生 你在最初持咒之时 心中所要持 丙如是咒时 潜在意识 有没有多余的妄想 或许觉得咒力大 或许觉得咒力不可思议 所以在持咒时 咒本来就是一种力量 可是你却拿到你自己心中 对它的一些其他的杂想 再加上这个力量 当你将来杂想力量更强 会更觉 更多幻觉 但是佛名没有 为什么佛名没有 因为你从来更如是明 众生心中更如是明 根本了不想干 你不能够起多幻想 起多过分的这种妄想 那种攀越 不可能 但有的人恶心 他恶心教育 他会 阿弥陀佛会来接你 你念佛时 阿弥陀佛就在你眼前 这种话听多了 跟持咒 奏和入魔是一样的 结果你念的不是佛 你念的是他这一句话的咒力 这句幻想咒力 就是因为众生心中太杂 或是夜感太深 你念个佛本来更本 绝对接近 这种无害的佛名 却被你当成世间 这怪 这怪力 这种恶咒来念 起成种种妄想 所以主是在告诉你 佛来佛载 磨来磨载 佛来佛载 磨来磨载 就告诉你不动 就是不是要你佛来的 要拿个佛来成 你有觉得任何的圣境现前 你要知道 觉得圣境 觉得不圣 都是觉 就是佛载 磨来磨载 任何恶境现前 你根本不必去抗衡它 就让恶境自消 就是磨来磨载 所以他都不会做什么 怪咒之力 所以最好是念佛 最好是念佛 因为你要是没有佛名的话 你打坐都是幻觉 唯有佛名还能帮助你 因为永远相信 因为决心之中 最先前的维系的道理 决心什么道理 就染香人 香光照眼 意思就是告诉你 你常常清晰哪个环境里 都有能够环境的氛围 气质 气质跟氛围是什么意思 你简则取则就不同 你举手投足流露不同 什么意思 你常常念佛以后 突然的妄念现前时 你举手投足 取则就不一样 为什么 如染相忍 所以他要保认 你绝对相信 决心中有这种不可思议 想你说你如果念佛 觉得怎么可能有这种 决心之中的作用 这种保护力 你要是不相信的话 你将来再生为人 你走进大山 大山也不会变化你 你旁边有个什么模范生 模范生也启发不了你 你旁边有好人 好人也感染不了你 因为你就叫铁石 因为你过去身中 不相信你念佛 能染相忍 你不相信那个作用 为什么你会不相信 因为根本不在决心上参 你当然不相信 你要是真在决心上参的话 真懂得参决心的人 就好像一个发明家 他懂得在那个决心上参的人 他就看到有一点希望 有点因缘 他就会不断地去再深入 这个因缘对我有什么帮助 这个希望对我有什么样的作用 这是发明家的心境 决心也是一样 你真的在决心上参的人 你当然知道 用什么样的行为 会增加你 令人之间 心中不退的道理 为什么他能这样做 因为不绝严固 因为什么 因为什么 因为一体兴其万用 你一体 所以是一切法中 你自然能够兴其万用 这才是要真正懂得 真正懂得念念归家实际念己 你不要看这个祖师古德 在后面的这个后主 这段文的后主文中 这几句话 那是要不断地让你去体会 实际念己当下 你应该如何念念下手 所以言者 过去说文解字里面讲 德之禀也 心之主也 深之吻也 所以不解言言者是什么 德之禀 你信德之中 你念你还要依他禀持 禀成 禀就是什么 掌持矣 禀就是掌持 言就是言语文句 不就是决心之中流露的禀持吗 掌持吗 那你在哪里看到大决心题 所以德之禀也 行之主也 主是什么 宗目 宗 祖宗的宗 也目的目 自于行为的根本目标 发生之处 那叫做文 那也是什么 那也是身之文也 这个文是什么意思 那叫做言 意象也 意象 这个象要写成大象的象 意 意里的意 不是意思的意 是意里的意 意象也 所以在身体行为之中 你能够起身种种意象 那个象才能够入你 让你入一切象 那个象就是一个目 一个眼目的目 你要懂得如是意象 为什么用这个象 因为这个大象之中有什么 有形态 有动作 有知分 有气氛 有表法 有行持 有足 有身体 那么这个象就告诉 你在一切法中 你要体会 它是在法中 如何射受 如何呼吸 如何张仰 如何行持 什么样的形态 什么样的壮观 什么样的摒持 因为才明白那个象 才能够入一切 一个墓 一个眼墓的墓那个像 所以异像也 所以古德讲 文者一类像形 达其脉脸 智者是形身相异 解析异地 这是我多余写的字 其实跟这个没有关系 这个将来你自己看就好 你就不必再解释了 所以要是真能如是 如实贯穿 你才一体才能兴起万用 一如实体 能兴起万用 下一句没办法讲 无事不辨事 随缘先以一空 因为时间来不及 下一次就是明年 明年上课 我希望没有任何的障碍 今年这一次上完课以后 师父马上就要去找地 因为我已经讲了九月 随得大众的一步 你一种就要离开 让你们一直窝在那个公寓里面 实在师父也是对不起你们 我也没有办法 我也无能 虽然 其实花费也蛮大 对我们来讲 我们就没钱的人花费也蛮大的 但是就这么大的还是 没有办法说真的找到一个道场 让你们好好用功 所以就算你们命不好 你遇到的师父无能 既然无能我就要认 那我们大家就互相原谅 互相彼此饶恕 你饶恕我 我饶恕你们 不要再在这边 大家为了法身会命 不要再纠缠 所以九月你们就要离开 要今年的结像 九月一还要找地方吗 结像 还有我要去整理一下 明光寺应该有什么东西 将来就算我跟冯师 我用货柜屋搭的地方 还是想要把过去 在我带过来的 以前南行学论的那些佛像 立起来 货柜把它立起来 最后我把我自己的 应该有带出来的那些 还有那个向善寺的钟 因为我在那边出家的 所以那个钟后来 一直飘泊之时 跟着我向善寺 那个钟声所以向善钟在飘泊 所以我也在飘泊 很难向善道 那个钟我也要带走 全部都带走 所以九月就要 大钟就要把这个因缘都结束 所以我要找 要急着找地方 因为我们知道 冯师父老和尚 你叫他找 开玩笑 他找的话 搞不好就找回金门 金门就开你了 那金门我有一个好处了 年纪大的话 我拿的钱比较多 但是所以这段时间比较忙 希望台年上课 不要再有任何莫名其妙的障碍 有姻缘跟大众结缘 让大众都能够 没有任何障碍 没有任何负担来听金 听完金以后 也不要碰碰那些 不愉快 不这个 这些莫名其妙 这些灭障 这也是我们的道场 要守护大众 发生会命的地方 也是我讲经的人 也要守护大众 将来发生会命的职责 愿意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弟子与众生 皆供臣佛道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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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